《都史明智》 这八十个历史小典故 讲述了从皇帝时期至南宋的小故事 对孩子了解历史的学习和作文素材的积累有很大的效用 家长可以存下来平时给孩子们办法 盐皇子孙 一、约4700多年前 皇帝联合盐帝战胜九黎族持友 持友被俘后称之为黎明 之后皇帝又打扮盐帝的部族 两个部落逐渐融合 形成华夏族 所以我们称自己为盐皇子孙 禅让 二、盈是皇帝之后比较著名部落首领 盈去世后 瞬间一把地位让给盈的儿子丹朱 朱侯却推举顺为帝 历史上称为善让 大禹治水 三、滚的儿子与采取开通 书、凿、饮方法治水 大禹治水有功 被推为部落联盟首领 后来 宇善让地位给博弈 宇的儿子岂夺位称帝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夏、桀骜不逊 四、夏王朝第十六 在君王节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 桀骜不逊便出于此人 汤、又名成汤取得黎明百姓的拥戴 后打扮夏杰、灭调下建立了商 网开一面最初反映的就是汤的人词 节咒 五、商第三十代大王咒和夏杰一样是典型的暴君 历史上有节咒的秉称 咒创造了袍洛菜池等刑法 造落台、九池、肉灵、劳民伤财 草间人命、周公屠谷、天下归心 六、殷商禅言尽有 中梁远处、彼丹被挖心 旗子装风、威子出走 周五王兴兵法咒、奴隶倒戈 周王露台自焚、殷商灭亡 周王朝诞生、周五王封江上次骑 周公诞在路 后来周公辅佐成王 由周公屠谷、天下归心 的典故、周公立贤下士 求财心切 进食时多次吐出食物停止进食 急于迎客 烽火系诸侯 七、周幽王千金难求非子孝 烽火系诸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国度浩金被犬戎攻破 周幽王被杀 西周灭亡 太子即位 为周平王 千都洛邑 史称东周 春秋五八 八、东周在历史上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 齐桓公、静文公、宋香公、秦木公、楚庄公被称为春秋五八 管报之交 九、管报之交指春秋时期 齐桓公的两位贤臣管仲和报书雅的友情 人们常常用管报之交 来形容自己与好朋友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 秦进之好 十、秦进之好指秦木公帮助流亡在秦国的晋国流亡公子 崇尔回国做了国君 并将自己的女儿文盈嫁给了崇尔 成就了秦进之好 问鼎中原 十一、鼎是古代国家权力的象征 楚庄公问鼎之轻重 有取代周氏之意 温顶中原原于此 卧薪常胆 十二、岳王勾建卧薪常胆 历经二十二年 报仇写恨灭吾国 成为春秋时代最后一个霸主 陶诸公 十三、相传范李献美女西施于吴王夫差 使其臣于美色 岳游子灭吾 勾建成霸业后 尊范李贵上将军 但范李认为大明之后 难以久居 认为岳王可以同换 难以处安 后携西施隐退到陶艺经商 身家聚万 人称为陶诸公 被后世商人奉为保护审 三家分禁 十四、三家分禁 春秋时期 建国的兵力虽然强大 但郑朱多门不能统一力量重振霸业 多年后被寒、赵 为三家分割而亡 商鞅变法 十五、商鞅变法 商鞅 元明公孙鞅 秦孝公期间 其通过变法使秦国变得强大 但因执法惹了太子 太子结位后用车列之行将其处死 可谓商鞅作茧自负 唯为旧赵 十六、孙帝与庞娟本是同门师兄弟 但庞娟极度孙并的才能 献禅严于魏帝 并将孙并的病骨挖掉 孙并装锋被齐国营救 后有唯为救赵的事迹 并在一次战役中设计大败魏军 诛杀了庞娟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多行不义必自毙 就是此事给后人的启示 孙并著有孙并兵法 合纵连横 十七、合纵连横 自秦孝公起 强大的秦国便有了统一天下的雄心 于是其、楚、燕、韩、赵 为六国便合纵抗秦 秦谋是张仪连横小姐联盟 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屈元 十八、屈元明平 伟大的诗人、政治家、思想家、爱国人士 因遭禅言被流放 后因不忍看到楚国人王 报十字头蜜罗江 百姓成舟寻师不易 为防鱼而蚕食 又如同圣米刀入江中 后演化为赛龙舟 薄粽子 屈元著有黎芳贴问九章等爱国诗篇 被后人整理为储词流传至今 赴经请罪 十九、立相如因为完毕归赵有功 而被封为上清 位在连坡之上 连坡很不服气 扬言要当面羞辱立相如 立相如得之后 尽量回避、容让 立相如的门客以为他畏惧连坡 然而立相如说 秦国不敢侵略赵国 是因为有我和连将军 应把国家的危难放在前面 把个人的丝绸放在后面 连坡听说后 便有了赴经请罪的故事 纸上残兵 二十、秦国攻打赵国 老将连坡聚首 秦无策 后秦始离间之际 调离了连坡 赵国任赵扣统兵 此人纸时纸上残兵 并无实战之能 被秦将白旗打败 四十万、赵兵 除两百四十名年幼者 全部被坑 杀于长平 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惨爱 毛随自建 二十一 毛随自建 毛随 赵国平原军找盛门客 因秦攻打赵国时 说服楚国合纵抗秦 而锋芒毕露且脱颖而出 迎至锥子的饼 窃服旧赵 二十二 战国时期 秦国围攻赵都汉丹 平原军一面与楚合纵 一面委托信林军向魏王求救 魏王被秦国威胁魏允 信林军窃取兵府 贾魏王将立出兵救赵 适臣后留在赵国未归 荆轲赐秦王 二十三 秦王嬴政执政后 灭汗 赵 并攻占燕国 燕国太子丹派永世荆轲赐杀秦王 徒穷比线 刺杀魏国 丢了性命 可他应有机制 不畏强暴 视死如归的精神 永垂轻视 秦始皇统一中国 二十四 秦王先后灭汗 赵 燕 魏 楚 齐六国 实现了统一 自称始皇帝 秦始皇建立了一套封建专制制度 实行中央集权统治 地方实行郡县制 同时采用丞相李斯的建议 书同文 车同轨 统一货币 度量衡 为抵御匈奴的侵犯 修筑了西起临桃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另一方面又焚书坑儒 实行渔民政策 大兴土木 恒征暴敛 导致民不聊生 在他死后不久便被农民一军推翻 陈胜吴广起义 二十五 秦始皇死后 其十八子胡还仓位称帝 急请二使 在郎中令赵高的缩始下 垫本加厉 继续新建阿旁宫 明不聊生 愿生再道 兵夫屯长陈胜 吴广接干而起 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秦农民大起义 西楚霸王项羽 二十六 陈胜 吴广被害后 反秦声势以南方快鸡郡最大 其首领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儿子项梁和侄子项羽 北上进军年途收编了刘邦 英部 吕臣的反秦武装 并在巨鹿一战 破釜沉舟 一举击溃了秦军主力 扭转了反秦战局 鸿门燕 二十七 反秦义军刘邦攻下秦都咸阳 秦王朝灭亡 西楚霸王项羽 从贩增之际预设鸿门燕铲除刘邦 刘邦携张良 樊快赴燕 席街向装武剑 意在佩弓 刘邦在樊快的保护下得以逃脱 萧和月下追韩信 二十八 汉王刘邦谋视萧和月下追回的韩信 并举剑给刘邦为将军 韩信采用名修战的半渡陈仓之计 攻下三旗 占据关中 后协助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朝 刘邦做了皇帝后 以韩信念藏项羽部下将旗帜的将旨 后萧和宇 吕后设计将韩信处死 所谓 成也萧和 败也萧和 大王别姬 二十九 刘邦趁向羽出兵之计 自汉中出击攻战的项羽都城蓬城 项羽回宫 大败汉军 擒获了刘太公和吕智 刘邦求和 范增未宇 刘邦用反剑计离剑了范增 又以划分楚和汉界位 又救回老小 后采用韩信的十面埋伏之计 将项羽困在该下 项羽爱亲于姬 昌把汉兵以略的 四面楚歌声 大王意气静 剑切和辽生 拔剑自吻 一代鸣姬香肖欲损 项羽退至吴江 吴江亭长眷其退回江东称王 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 在吴江便拔剑自吻 生荡做人杰 此意为鬼雄 西楚霸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吕氏治乱 三十 吕氏 刘邦结发之期 其子刘因即位 吕氏便执掌大权 进入了吕后时代 吕后为人阴险毒辣 残酷无情 残害刘氏家族 欲将刘氏天下改为吕氏天下 其中 将刘邦爱妾其夫人 开手足 挖出双目 熏龙耳朵 弄哑喉咙 扔进猪圈 做成人质 吕氏执政16年 继承了汉高族开创的语民修西 无为而至和对外和亲政策 是历史上值得肯定的一面 非将军李广 三十一 汉朝猛将 一身抗击匈奴 赢得非将军美名 后背为亲 陷汉引荐自吻 唐代诗人 王昌吕诗云 秦时明月汉时官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是龙城非将在 不交胡马杜英山 龙城非将说的就是李广 司马迁写史记 三十二 西汉司马迁秉承复制 编写太史公纪 应替大将李陵求情 被汉武帝处以辅刑 人辱寒垢的生存 有缘 人故有一死 或重于菜山 或轻于红毛 历时十多年完成了史记 共一百三十卷 是我国第一部记转体通史 鲁迅有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邓美玉 昭君出赛 三十三 王昭君 汉原帝十宫女 明王强 自昭君 因为行贿化是毛岩寿而被丑化 不得宠幸 后汉是与匈奴和金家的匈奴缠鱼 出赛途中 因取安人宴 南非大宴为之驻足 故有落宴之称 昭君出赛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 往往改制 三十四汉成帝十大司马 公元八年 王莽创汉为称帝 改国好新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制 中卫成功 公元二十五年 汉皇族子弟刘秀推翻了王莽新朝 建立了东汉王朝 黄金军起义 三十五 东汉晚期 官患和外期两大集团交替专政 社会动荡不安 民众流离失所 冀州巨路人张角提出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 碎在甲子 天下大集 的口号 举行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规定一军以黄金铲头 故称黄金起义 后被冠军镇压 于不作乱了二十余年 使得东汉王朝奄奄一息 董卓专权 三十六 黄金起义后 各地豪强以镇压黄金为名 招兵买马 扩充实力 割据一方 梁州军阀 董卓以铲除宦官为名 进京助手 费少帝 立陈留王留邪为帝 董卓自封相国 独揽大权 萧綦校尉曹操 联络济州袁绍 聚集各州巨人马 煞穴为盟 进军洛阳 董卓得知 迁都长安 烧毁洛阳城 王允乔朱董卓 三十七 董卓携天子专横当道 发展到董卓不楚 国无宁日 的地步 司马王允将一女貂蝉 同时娶给吕布和董卓 使之反目 并挑唆吕布将董卓诛杀 邪天子以令诸侯 三十八 王允定计诸董卓 执掌朝政 董卓部将郭四率 打军攻陷长安 与部出逃 王允被杀 郭四当政 国舅董城 及部将杨凤湖汉 宪县地出逃 被曹操接至许昌 曹操自封大将军 开始了邪天子以令诸侯 关渡之战 三十九 曹操邪天子以令诸侯 与北方的袁绍产生了冲突 公元两百年 袁绍派军十万 先是大将颜梁 文丑被暂时降于曹操的关羽 所杀 形成了关渡对治 袁绍谋是许优献祭不被采用 许优弃源头草 并向曹操献祭火烧 袁绍梁营巫巢 一战便将袁绍击败 关渡之战是历史上著名的 以少胜多的战力 此后 曹操逐渐统一北方 三过茅庐 四时 袁绍败北 刘备投靠刘表 囤住新野小县 访襄阳水晋先生司马辉得知 我龙 凤楚两人 在一刻安天下 我龙便是诸葛亮 刘备三访襄阳龙中 求得诸葛亮出山辅佐 并按照龙中对东连孙悟 西聚惊异 南河一月 北抗曹操 的策略 成就了三分天下的大业 来源 小学奥数 版权归属原作者 编辑 阿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